鸡茶大街壁 酒部门超之6.6亿 国债增12.3% 新州2010年总鸡茶司报告 管理虽提升 异观仍存在 1940令吉买望远记 56350令吉买 南洋42承包计划出示 政府5年倍速23亿 中国报 表现有改善 舞弊仍发声 望远近1940令吉 变56000 32寸电视 2182令吉 变16000 光明 2010年总鸡茶司报告 揭一盘乱账 继续来看一下2010年里面的我们政府部门在花阿公钱方面 还有哪些部门机构被总鸡茶司抓到痛脚的 那在第九大计划里面 政府就曾经有提到说 要在乡区建一些诊疗所 那在这个计划底下 政府是砸了9200多万令吉 在87个地方要新建乡区诊疗所的 可是这87个乡区诊疗所的新建工程 竟然没有一个 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 结果因为工程延迟 导致政府被逼要倒贴1100多万令吉 那诊疗所不能如期使用 连带诊疗所的配备也没有办法派上用场 这也导致我们政府分别损失了104万还有69万令吉 总鸡茶司报告说 这些工程延长的期限从150天到600天都有 你延长600天就几乎延长超过一年半了 这些乡区诊疗所分别是由6家公司负责成建的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他们的工程延迟交货 政府就没有办法向他们获取完整的赔偿 反而有些没有办法交货的承包商还可以拿到拨款 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吧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 有些工程明明是延迟完工的 但是在合约期满之后 承包商竟然还可以得到增加拨款 那总鸡茶司还发现 有两项工程因为土地问题而被逼取消 结果这两项计划的承包商也是因为工程出现更改而获得了额外增加拨款 导致总费用本来只需要刚才说的9000多万 结果是报到去要花1亿0330万令吉 好了好了 那时间和金钱都花了那么多 是不是所有计划中的事项都落实了呢 不是的 总鸡茶司报告就说从2008年的工程开始算起 包括第二次的延长期限到期 这三年来直到去年才有72项工程移交了给卫生部 占了总数的85% 意思就是说还有13项或者15%的计划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工 还遥遥无期 还在延期当中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部分 这份新鲜出炉的2010年总鸡茶司报告还揭发了政府 在买马参加比赛方面的一些球事 为了要参加我们国家自己主办的2008年世界耐力锦标赛 我们的国家体育理事会在没有通过财政部批准的情况之下 非常好气的花了566万令吉 买了23匹马赛马准备是要参加比赛的 平均每匹马大概是花了25万左右 25万这个价钱你买宝马都买到了拿来买马 小咪这个马买回来肯定是千里马一定跑得很快 也一定有为我们国家赢比赛吧 赢比赛 刚好相反 中国报道说呢 这23匹准备参加比赛的赛马呢 23匹你买回来有18匹马 是不符合国际马术联合会订下的参赛标准 决定买来根本都不能比赛 因为不符合标准直接被out掉了 剩下那5匹 哎呀终于啦这5匹可以上场比赛啦 可是这5匹马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交出成绩 为什么这5匹能够参加比赛没有好成绩呢 因为当局在比赛之前的两个月才把他们买下来 训练时间不够 结果好几匹马开赛之前就已经受伤 后来这一匹赛马呢 在2008年的世界耐力锦标赛之后呢 就已经立刻移交给另外一些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去了 反正赛马就不比赛了 那另外呢总机材士报告呢 也提到了警方的政务储藏室 那我们常常都有听说 我们也报道过 就是那些毒犯被逮捕 被告上法庭之后呢 最后竟然会无罪释放 那通常都是因为检控方面证据不足 要不然就是有些很重要的政务 无端端就不见调 不翼而非的 那这份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 报告说速毒组的政务储藏室的系统呢 不理想 有些调查官呢 甚至是把现款啊 金氏之类的政务呢 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而且也没有给这些政务进行注册的 至于重要的政务常常不翼而非呢 其实这不是奇怪的事情 因为总机材士报告 他们也发现呢 一些政务的这个储藏室里面呢 是没有安装铁门 没有篱笆 没有闭路电视 没有警报系统 没有灭火器 这是连灯也不开 有些还夸张到 根本就没有人在那边看守那个政务室的 好 有关最终报告的新闻就暂时跟你说到这儿了 休息一下 那如果你的车乱乱跑进呢 你除了会收到三迈之外 你的人还会可能被锁上的 今天呢 在冰州议 冰城中议会的大厦前面呢 就有个YB 它的车呢 就被人家说 它都乱跑 结果呢 搞得那边交通大乱 后来呢 有人自己呢 就当起直板人员 把这个YB的车呢 用铁铁给锁起来了 被锁上的YB的感应呢 是破火大骂的 那你猜这位被指路了 他说的YB是谁呢 另外 驾车的姐姐妹妹 晚上上街或者到这个天油站去天油 上厕所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不幸的事 有事情发生了 又有姐姐妹妹受害了 等一下回来 我们告诉你下一集 请不回答